分配呢 诶 云海跟东方用到了裁决者 逆行跟小玉用到了双身 这个手图的侧重点就很明显了 RSD这边 在 S联赛 七尤季赛的舞台上 尤其在季游赛阶段 他们就尝试把东方放到了 一号位 对 对 当然这效果是很好的 嗯 这整体的分数来说会高一些 对 看一下这个起步 起步 云海的位置感觉速度更快一点 迷行这也拖飘了 还好把氮气给拖满了 前面的话是东方跟云海双铃跑 云海是先开的ECU 呃 感觉逆行这边不太敢对抗啊 对 它这个少流管氮气啊 呃 一直在让 但是这个氮气如果能够接上这个长延续的话 还好 但是没有接上 接上 哦 现在这个点其实小鱼在前面 不太好 嗯 应该要追 对 要追云海就好追 后面得看能不能让一下 哎呦 这么相信小黑吗 刚好急满 但是东方也上来了 下一个弯道不能让内线 哎 中方给小玉让了一下内线 哎呀 但是被甩扣 对 下一个盘射出了问题 对 那么啊 路线上稍微再往回找一点 现在还是需要靠小玉去后 就是云海啊 没错 小玉这边稍微求我的一些 但是速度拉到最大 是的 该是云海 可能会被拉开 没有办法 对 没有办法 这边演细 比如孔西强 小心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云海冲心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让我们恭喜云海 一分十五秒一三 八这边 七 对 这R3这边是什么呢 R3这边是车化了 人没变 小黑呢 他是把 七 七吗 对 七 然后如果要是 小黑的话 他是把特性跌到12层以后 跌满以后 他就能加5.5 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的 从看点来说的话 魔王天使肯定相较于小黑 是有优势的 魔王天使概率 但是概率给的东西呢 多 实在 小黑的话 就是相当于来说 他稳定 但是你得敌 对 好吧 这个又来到了 这个让东方心碎的点呀 哎 现在起步的话 云海在第四 是 这边 淡气延续过来 云海想要上去对抗东方 但是对于东方来说 起步站去这个位置 已经很舒适了 对 对 云海想要朝上去 感觉也没有那么容易啊 哎呀 这边是逆心 小黑克里亚强 但是没有卡到任何人 对 但是东方又是这样的一个点 出现了一点匣子 但是好在还守在第二名 对 但是好像速度迷远还抱一点点 这里卡一下弹射 没错 但下一弯到东方有卡位的优势 还有机会再卡一下 云海死死的卡住这个位置 但这个段路标下来以后 还是能够抓住对线 直接稳固到第二名 再利用ECU的话 现在还是跟弩方稍微有一点点的牵绊 对 是的 云海的这一波实战对抗 真的细节挺足的 对啊 这个守卫 教科书是级别的卡位 但又闻又狠 嗯 但是小玉在前面跑得又很舒适了呀 对 现在他妈妈没有太大吃过 对 哪怕有一点瑕疵 对于小玉来说 这个11分也是 差点 小飘还调整过来 对 哎 东方跳了 云海没有跳 那这一局 你1分 但是 这张图也是RNJM面对RSE的王牌之一了 对 但是没有拿到比较大的优势 我觉得 没拿到优胜网吧这种 哎 但是你看这一把 逆星这里被卡上墙了 对 为什么说呢 因为雀眼女王吧 他没有那种小分方面的属性提升 对 对 对喷动和喷的速度 在起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RSE 小玉迎跑 云海后追 这个距离 东方一个侧身 直接反车连超两个人 哇 G超二 人都有失误 是的 后面这样的话是给了 一新机会就后追了 呃 E3做了一波调换 第二名不变 看这个劲道都没有什么问题 云海跟东方 东方也还是有一个优势的距离的 现在小玉在不断的对云海发行进攻 对 对 但是被挡了一下 看后面这边 诶 云海这边脱飘了 他甩回脱飘了 而且后边还连带到了一点逆心 而且不想连带对我的希望下 他继续来不减速减速 但是前面二十年代 这里停了很久 哇 也蹭了半天 那第二个劲道口还没进去 这是一把饭局啊 这一局东方把他们的一个大游士给送走了呀 没错 这张图原本也要一锤定音的感觉 对我觉得起码三四分 对 而且东方的距离好像又更远了 小玉一分十三秒冲线 云海逆行是拔 这边五分 六分 十七 现在落后一分吧 落后一分 如果是两个八的话 那就是落后一分 其实从分数上来说 对 与R2C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从局面上来说 这个是一把大机会啊 对呀 而且那个跌个劲道 现在其实很少看见有失误了呀 怎么失误的呢 他停了非常久 对呀 他创完以后好像是点不到复卫 或者是有一点找不着北 他目送着剩下三辆车从那边前过去 然后 念念不舍的点了复卫 对 复卫回来之后 第二天到口还没进去 没进去 对 感觉有点迷惯了呀 哇 王哥这一勺 满满当当的呀 打了个阁 太饱了 刚才这确实 看一下 这场比赛 我觉得打完之后大概率得有一个分数差了吧 应该不能再评分了 再评分的话 有点太小卓了 但是也不好说呀 无输比无输 对的 看一下这个起步 起步谁断断的更快 东方双侧身 哦 逆行这边起步还是要更快一些 不错 东方这边双侧身之后 但还是在第四名 那前面三个人挤在一起 谁能真正的出去还有 这边一个很歪了 这边歪了以后调到第四名 但是逆行现在处于跑位 没了呀 这个零跑位 这是跳水的 前面运海也是一个浮海 RGM不冷静 我感觉他们有杂念了 心里有杂念了 他不冷静 只是他们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里 不想再输 哇 云海这个路线非常的漂亮 距离明显的有拉近 哎 但是前面这两个人 刚才也是稍微让了一下车 距离稍微拉开了一点点 但这样 小鱼的EC还有一点歪 对 对东方 反超反超这里 两个人不要碰在一起 问题就不大 CW没问题 再给点票过来 一个CW 21分 那21分应该是能拿到手轮 那后面 后面的话可能是5分 是这更多 哦 1分 87 89 17 4分 这个完成时间应该是1分16秒07吧 相较于我们季游赛看下来就 挺慢的 对 现在充限的时间 很多选手已经达到了1分13秒大了 比赛吗 比赛的话 solo1分13秒大比较容易出 比赛在混战当中基本上1分14秒小吧 对 反正现在13 13好像还没出是吧 感觉 这张图啊 呃 是只有小玉选到了女娲 其他三名选手全部选到了 雀岳女王 小玉用女娲我觉得有有技可选 因为 他 他红牛嘛 嗯 起码你一个气球就问题大了 这边 这边 云海 哦 一个内线 直接把东方卡开了 对 现在对RNGF来说 这个双丁跑的位置是比较舒适的 现在 下一个温度 这边再来个ECU直接反差 哎 都有ECU啊 云海也开了的 嗯 对 但收益没有这么大 是 哇 小玉卡了一下机没卡满啊 是 有点伤 而且现在东方这个位置 这边就卡不到云海了 连续过来 现在逆心的领跑环境是较为舒适的 他的稳定性非常关键了 对 但是RZ这边要注意配合问题 是 这段路的话其实比较的狭窄 是的 前面的距离看下来 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哎 这边又挡了一下 稍微瘦了一点 是 是的 小玉的这个弹 这一弹 哦 再是下一个弯 再吸到口里面 自然干液就走了 哇 哦 今天就 玩回来了呀 而且咱们一次又也开了 这样的话 RGM这一局 1分08秒20 前面 8届 7届 6届 9分 7分 16分 21分 5分 反 反招了 哇 就今天要这么玩吗 来 朋友们 我现在就静静的看着你俩 今天要这么玩啊 在最近的一个活动上我也说了就是大家为我操的每一票都是单方差事的动力 我现在正在身体力行的去实现着这件事情 你真是 好好说 哎 确实是哦 非常规赛车 你这怎么说 只能说看表现吧 对 而且还是女娲 冰破加女娲 剩下三个是创世加雀艳 雀艳女王前五秒的话 直接这个氮气就成了呀 对 基本就有吧 对 对于创世事来说 我觉得比女娲要更适配 是啊 看一下 起步 冰破要怎么跑呢 冰破的主视角 诶 看一下 东方跟银海卡一起了 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长延续 没有问题 这里一个快速不完 非常的快 我逆心起步找回了状态 诶 是一个点飘 对 一个WCW加一个点飘 那这里要长延续 感觉 能超啊 这边是几个延续 两队上来了 直接形成反超吗 对 但是这边路线 是比较难以把控的 但是 这个快速 这个快速速 哇 真的拉满啊 是的 又被反卡了 但是 这个位置东方在后面 呃 也不是太远 其实 对 但是如果想要追分的话 这个距离确实远远不够了 对 哎 它还有一个足标 又再把第一名给让过去了 但是 但是问题不大 对 该追还是能追 就在下一个点 我觉得就像 我才第一下旁就追的话 也不在刚才那点追上的 就就这里嘛 对 这边 再来了 这非常 就来了 再加上 没有喷了吗 对 没有 他没有去蹭 而且刚刚留的小喷也用掉了 给第一名们卡过来看一下 但这被反卡了 被反卡了 就是刚刚拿到第一 没错 上墙 而且东方又出现了跳秒 这一波分叉进一步拉大 两分 哎 看下起步 云海的起步更快 感觉往一点阻碍都没有 是直接杀了出去 这把这两名选手就后追云海 而且感觉可能有卡位 更强 是 这里扫了个氮气 哎呀又快出托飘 哇 今天这个过不去了呀 而且云海在熔练车间上 拿到零跑位 我感觉真的好难 哎 啊 好 好强 哎 哎 哎 这个关 哎呦 断工条就没有上墙 逆心设置办 哎呀又是快出特标 这是什么操作呀 但是不过的话 对于rc来讲 小玉也掉到第三秒 后边又是一个东方第四 现在不能够再 十五分类啊 再丢一分 就现在的基础上啊 起码是两分 那再有两分了 没加赛了 对 东方再十五一下 没有了 就没加赛了 对 但是现在来看 进入到最后阶段 只要这个点不中间失误 小玉还上去 撸了一下 小门被卡掉了 重开一个淡气 没错 但淡情况还是足够充足的 逆心这边 可以同意 没有任何问题 一分二十二秒 三二 两分 五分了 小玉呢 小玉是十分吗 那也是五秒十分 那加赛来了呀 刚好踩线 对 应该是踩着这个边上 进的 嗯 两分 但我觉得 两分 一共五分 再加刚才三分五分的大优势的话 其实对RC来说 小番还真有点难 就是有点难 踩着门槛进了加赛 对 四名选手全部用到了吕布凤仙 这应该真的就是熟练度的问题 这张图 呃 其实相当于是一席竞争负了 我觉得 毕竟苏格兰场是张六星图啊 看 最后的分叉吧 不赢个两分以上 对 赢一分基本的 看这个起步 小玉上来 哎呀 但是你这边才是踩破了 而小玉这边复位了呀 这些一个大复位 然后在 而且云海跟东方那边 云海是领跑 又出现了一个 这是什么作标 这个没点到快速 那个那个点是容易的 哎呀 逆星那边弹射上墙也少在气 是的 这里再补一下 这个延续非常的漂亮 东方掀开了一个ECU 云海就留了两个ECU 是的 但是这个距离感觉还挺大的 嗯 赢一个ECU 哎 东方上墙了 赢了一下就有机会了 对 但是没卡死 在这一个点来说 就还可以接受了 这个ECU云海要反超了呀 没错 但是顶到了以后 下一个外套还要再拼对抗 哇 这个硬卡 没错 刹车暗死 强硬调整 这就是海市卡位吗 而后面小柱和 逆星之间对比业已经拉进了 但是30爱情组 会有太好的反超机会 对 这个队队 黄之辈 哎呦 我上墙了 那这一局没了呀 没了 没了 这个 这一局没 我觉得相当于2V没 2V没 对 进入到后面的东气路段 其实是可以通过球稳的标准 来填充融错率的 对 我已经上来了 后面跟 跟通感不一样 没错 可以规逼掉那些 是 RMGM自纳云西湖之后 迅速的调整过来 是的 到后面又回归到了他们常规的一个2V节奏 V4又被过来 没什么问题 这里加了一个甩的双的反射 对 今天虽然掉到了第四 但是现在的位置 云还领先的距离足够大 所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 就从前一分47 但是这个距离有点远啊 小鱼好像也跳了 第六五 小鱼好像刚刚好跳 那这一把 而这句话对于RC来说 他没有扳回分数 个人理解 可能觉得困乱一点的话 就想出去 对 第一个 甩尾点直接来一个小甩 切尔之间嘛 完全不需要卡气 但是我觉得得看起步位置 起步位置得好 哎 这个位置还不错 对 还可以 但是看往哪边起 往哪边起 其实都一样 对 而不是在最左边 但是清卡一下 但是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哈 对 对 你要说优势吧 前面这里感觉要卡位了 哇 云海 哇 那一弯 一卡二 翻三 嘛 这 哎 前面 被内心连带了 对 一波15连带 后面三名选手搅在一起 云海在前面 这一个临跑距离 没有任何干扰 对 剩下的就全是稳定性了 全看你稳定性了 对 看自己了 但是云海的稳定性 又是他的优点 呃 其实云海 不管稳不稳啊 只要但凡第一名 不是RSV的人 最后一名不是RNGM的人 这比赛还是一样 是 尤其你看现在 RNGM卡在一三位置 对 这样的位置 对于RNGM来说 这轮2V就是 稳操胜下 出不了 云海还稍微求问了一点双杀暗死 嗯 小玉的路线 哇好极限好贴 呃 但是小黑是为什么 对但是这个距离 哦 这个快出 哇 这个调整 我感觉像是调整啊 因为他那个正常甩的话 感觉要上场 是 中方这一首缺女王哎 也不知道怎么了 对 就感觉今天 女王今天有点不带状态 是 有点混混的 女王可能去快点了吧 哈哈哈 也 不可能啊 但是对于最后一个冲线 云海 33秒59 拿到11分 那我们可以恭喜RNGM 先拿第一大分 是的 九局七十四分八九七十二八点几 哎哎哎行啊 啊 对吧 哎 不是 对这一个赛系 九局81 你九八十一啊 呃 我说东方 啊 东方 对七十四八九七